我后来也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拿着去说 我要看到这世界的不公不义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关心啊 我们要去弄弄弄弄弄弄弄 讲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他都只是去逃避 他自己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 或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只要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 是在一两个礼拜前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有一个乌克兰的朋友 他忽然传讯息给我 后来我们就马上见面 刚好我那天有空 就他来的时候 他旁边就带了一个 小个子的中国人 年纪大概20出头 21岁左右很年轻 然后一破口他就说 我想要来到乌克兰这边冲军 这就是很突兀的事情嘛 就是第一点他也不会讲 乌克兰我也不会讲俄文 然后他就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忽然他就有一股热血 就是说我想要来到乌克兰这边当兵 然后他跟我讲说 因为他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 中间有战争 然后他觉得 这个很不服气 想要改变什么 所以他就一股热血说 我就要来到这个乌克兰这边 当兵为乌克兰效力这样 OK 但是我就想要问他 更多的这件事情 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么他的故事就开始跟我讲说 他其实没有钱 然后他父母也没有钱 然后他就想要飞到乌克兰来 那么他就真的跟陌生人 在中国的时候 就借了一笔钱 就借了一个机票钱 然后就飞到了乌克兰这个地方 所以他第一个月的时候 就是整个人入宿街头睡觉 然后乞讨就放个碗在那边 然后大家给钱 讲这个点 我可能大家有听过很多这种 让人属性点的很极端的人的一些生活经历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现在人在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城市 然后你完全没有钱 然后你也没有地方住 然后你要活下去 然后你要面对的这种 无论是社交情境啊 或是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啊 或是你生存能力都有问题的时候 那那个情形是有多极端 但是有趣一点是 我也想要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好到 就算你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你都可以生存下来 或者是 其实最惨也不过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么你未来在面对你人生很多的挑战 跟下一些决策的时候 你至少那个勇气质就会提升了一点 这样讲白点 那你勇气质提升的话 你可以冒着风景提升的话 那么当然你未来的潜力爆发的激利率就是越高 那这个其实也是 我过去可以一直转换跑道啊 练这么多属性 跟包括我现在生活的现在这样 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没有那个人那么极端 我当时只是去背包客旅行 然后还是住在hostel里面 虽然说我提倡说你要典当人属性 你要突破数字群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说 你突破数字群到了新的国家的时候 然后别人不照顾你的时候 是别人的问题 那后来他就开始唱歌赚一些钱之后 他就是会走到那个乌克兰的军营 就直接说我要入伍这样子 然后拿着那个Google翻译 开始去跟当地人聊 俄文都不会讲 看真的很厉害 然后旁边人就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一回事 一个中国小子 然后一句俄文都不会说 然后说要为我国家报效这样子 完全没有先例的你知道吗 然后当然他就被打退堂库啊 反正他就一直被卡在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还弄到上新闻 上乌克兰的新闻 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个就是这位冷凶啊 很多时候他会觉得 他会有一些想法是说 他希望有些有钱人投资他 就是说我为了乌克兰国家 这么热血想为了这个国家报效 那么为什么 你用国家不让我进军队呢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今天讲一种极端的一种情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会去很关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不公平 跟某些问题 然后你想要看着这个离你很远的 不只是距离远 连你的思维跟你的能力都很远的这一种问题 那包含他运气很好 他后来唱歌唱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然后上了这个新闻 然后就有一个乌克兰的夫妇 有小孩的就收养他了 他就是觉得乌克兰人很棒 那么他意思是说 大部分帮他的人也都是这些乌克兰的人 反而是自己中国人都没有帮他这样子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你有点搞错了 就是说第一点没有错 就是中国人没有帮你可能是是事实 但是我跟他讲说你搞错的点是 这些乌克兰人帮你 也不是真的他在乎你 他们就是觉得你这样子很鼓励 得到一种感动 为什么什么 就想帮你一把 但不代表就是说他们真的相信你 未来是会成功的这件事情 所以总而言之那一次跟他聊天 其实也是跟他分享一些人生经验 然后看我可以帮他多少就聊多少 就是总之人在外 遇到一个可以帮助朋友 你能帮就是帮 所以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这些人帮助你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是真的在乎你 不是真的要问你人生负责 所以他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有钱 他们最后都没有资助我 或者怎么样 让我可以成功 然后未来送你什么跑车什么的 他真的这样讲 就是我会送你跑车 那不禁让我觉得说 现在确实可能有越来越多人 或是有一群人 真的有这样的思维 就是他透过看着这些世界上很大的问题 然后一直很执着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结果我发现说 他自己本身的生活 都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都没有去处理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他说我想要让乌克兰人知道说 我很爱他们 我很爱这个国家 然后所以我想要去刺青 然后刺类是可能乌克兰国籍或什么 我不知道他刺什么方式 他刺青刺个东西去证明给乌克兰人说 我很喜欢你们国家 然后呢 这样子可能我在唱歌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多一点的钱 然后我就觉得 哇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我认为他并不是有恶意的 是他的 好像他整个从小的一些成长的思维 或者他一些概念都有一点歪掉了 因为当我在跟他分享很多我的概念的时候 他其实都很认真听 也很愿意接受 然后就是一直认真的学习 但是当他讲出他一些想法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会讲这个东西呢 这个其实是很不合逻 我说你来乌克兰多久了 他说我来差不多快八个月了 好那我说你说你很爱乌克兰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俄文学的怎么 你乌克兰文学的怎么样 然后他就是说 我有用那个app Dulingo稍微学一下 但是我就是只懂几个单子这样 那我听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OK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很喜欢你的国家 结果我现在一句你国家的话都不会讲 那这有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从自己身上开始去改变跟体能起 是很困难 然后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 但是呢 他说着我很爱这个国家 但是他跟俄文都没办法去跟他沟通的情形 所以很多人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宁愿去抱怨着 我宁愿的去关心着 或者我宁愿去弄着什么 不公不义的所有的世界东西 讲头楼事到之后呢 然后隔天早上 没有几率睡不起 起不来 也不知道要健身 弄自己的身体 然后语言也没有学 这就是为什么 Jolan Pearson那个时候 他讲那么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打动那么多人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概念 就像有很多的人是 他连自己的最难的 最根本的东西 都没有关注的情形下面 就去关注 注意哦 我没有去否定说 这个世界就是公平的 没有错 这之前很多很多都不公平的东西 但是想想看就是说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人 所以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想要去把这件事情 做到最好 你想要为这个世界 你做远大的东西 做最大的贡献 不是把它变得更好 是你不要把它弄更糟就可以了 Jolan Pearson最常讲这个比喻啊 眼前一台战斗直升机坏掉了 然后你要去修 你怎么修 你拿着那个起子 或者是拿锤这么乱敲敲敲 你只会把它敲更烂 就你连一个 战斗直升机 都无法修好了 你想要修好这整个世界 那 百分之最大最大的几率 99.9%的几率 你把这事情搞更糟的几率是更大 所以 我想讲的点是在于说 反而是如果你真的想为这个世界 去贡献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然后在你还是一个一般人的时候 像我们这样一般人的时候 你最棒的策略就是我先不要把它搞砸 我认为这是最棒策略 然后这个就是最好的 让这个世界变成更好的方式 那有些人会讲说 AB你在很自私啊 你只顾你自己啊 什么讲这种 没有我就说其实不是 我认为你要可以帮助世界 这最好的方式 我们一般人 我们大家的这种一般人 这个情形 就是你先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你再从周遭跟你最 最有关联的人帮他们 所以你真的在改变世界 只是现在的情形是 你从自己往外扩散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 从我自己的提升出发 我先把我自己弄得更好了一点了 对 然后我再开始去帮助其他人 我后来也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拿着去说 我要看到这世界的不公不义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关心啊 我们要去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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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他都只是去逃避 他自己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 或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只要说我爱乌克兰 我去刺青 那我就可以逃避说 我不把俄文学好 那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种长期一直走下去之后 无论你是什么硬架 是什么猫 跟我们聊这么多东西 都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 其实我也是 也是蛮感谢 可以遇到这位中国朋友 就是说 因为他真的年轻 然后我再跟他聊 虽然我刚刚讲的 好像讲他的坏话 但是 当我来跟他讲这些肝硬的时候 他都认真的听 他就是一直觉得说 我需要东西 需要东西 有趣的点是说 其实这些人 有些人他并不是不愿意学习 不愿意提示 他就是真的不知道 他就是真的觉得说 我要为国为民啊 关心那个很大 那些什么什么东西啊 结果 自己的人生都快搞砸 好 但是 据他所说我没有看过 他这边 交到一个法国的女朋友 你说这个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这种阿法特质 他说在那些唱唱歌的时候路上有一个会中文的一个法国女生 我没有看过 然后在路上看他唱歌 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大话起来 然后就他有个法国女朋友 那法国女朋友可能是有工作 可能会送他些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这样 反正好的坏的跟大家讲 就掉吧 哈哈 一群人瑞皮尔听到说 拔不到妹什么的 结果一个中国小伙子 那个乞丐留在乌克兰这边 然后交到一个法国女朋友 就是 他那股气场 那股觉得说 我就是要为为什么 确实他那股特质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女人的 至少你自己想看 他的生活 生活蛮有趣的啊 就是一个男人就是直接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一个女生上班 就是很枯燥的 就是要去做这些东西 有个学历 然后就是每天就要上班上班 忽然看到一个男人 男生 然后这么冲了 就是妈的杀到这边 然后唱歌赚钱 还活下来 然后有这个理想 就是很多女生会 觉得这个生活是有趣的 至少不会 是不无聊的 对不对 就是他也没钱 没有 没有 没有背他费死 你知道吗 妹子要怎么规理 妹子只能给他钱 所以 如果你现在没钱的啊 什么什么娃娃哥 你可能会 EB你说 AB说一定要有上属性 对我说上属性很重要 但是 当你没钱的时候 就请你好好享受 没钱的时候的两性动态 这真的很有趣 其实 你要讲说 把妹 是无关你有沒有钱的 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把妹 就是吸引妹子 确实是对的 所以 听起来到 干AB 你这样 用这种方式安慰的 也太硬了吧 但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现在没钱的 在妹子无法 吸你的钱啊 或是 就是要规定你的时候 你就是跟他交往 那你有 你有这股气场 或你有这股 阿发费死的话 其实蛮有趣 因为等到你未来 有钱的时候 妹子看到你有钱 他就 那个 整个动态就不一样了